歡迎來到茶喬伊的娛樂周報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是一個台灣娛樂圈的特備 近一星期台灣娛樂圈最大的新聞 就是宋日文和小甜甜之間 因為戲劇關係而被逐出宋日文的教會 從而挑起了世界大戰 對於台灣來說 這宗新聞也算是這星期最熱 所以在這裏跟大家說一下背景 先說宋日文 宋日文是一個什麼人 大家知道台灣做藝人有很多出路 其中一個在90年代80年代 如果要做藝人 報讀一些藝校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主流的媒勁 包括了孫鵬、屈宗恆、陀宗康 那一堆都在國宮藝校出來 宋日文和宋達文這隊的孫鵬兄弟 都是在那間藝校出來的 出來之後 其實事業都一帆風順 因為評借著他的樣子 都叫做當年一線小生 尤其是有奶油感覺 跟香港的什麼馬德忠 那一堆差不多的感覺 基本上一來做男主角 之後 在台灣的電視劇裡 都叫做一個比較穩定的男主角 直至到2000年 台灣的戲劇製作 從舊的人士退下來 變成偶像劇之後 這些藝人就沒什麼做 然後既然是這樣的 就衍生了很多綜藝的talk show 出來了 綜藝的talk show 這些奶油小生 除了可以上去分享 自己的演藝經驗之外 以及一些讀書的趣事之外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發揮的機會 所以那段時間都比較沉寂 直至到一個節目 叫做今晚誰當家出現的時候 這些藝人的老婆就想上節目 組成了大嫂團的東西 然後把這些藝人重新拉上去 簡單來說靠老婆翻生 那時候宋日文和宋達文 宋達文比較謙虛 但宋日文叫自己做燈塔 為何叫燈塔呢 就是覺得他下底的女人 或者他跟著他的人 都要跟著他的路走 那時候已經是第一種意識 這個人已經是顯示了 這個人是極度自主和自尊心的 然後憑藉著陳惠寧 即他老婆的大膽言論 在那些節目連女性初經 夫妻的性生活等 都要拿出來說的時候 令到那時候宋日文 在事業上有起死回生 一直相安無事 然後由於台灣沒有電影 所以都要另找出路 他跟孖生弟弟去做牧師 之後成立了一個 魏喜發光的團體 如果翻譯成普通話 就叫做依此花光 所以基本上是食字 舉辦了很多很多 拉起基督教藝人 去做一些報道 演講武捐 當然小甜甜也是其中一個 之後加入的人 小甜甜是一個什麼人呢 就是當年蔡康永 參加兩代電力公司 即蔡康永之前的一個 Talk Show 爆出來的一個藝人 其實都是一個 你當香港小寶 或者早期匪姐那些 形象的藝人 就是新型肥胖被人恥笑的 一個鞋聲 小甜甜會爆出來 因為原本是 比較生辣 而且什麼都敢做 所以當時 他都叫做台灣鞋聲的其中一個 非常非常搶 和非常抵造 爛造的藝人 所以很多通過都會找他上 所以這樣就爆紅了 直至近年就開始轉型 因為台灣的一些戲劇 需要一些中生代的演員 所以他現在基本上向著 這個藝人 即是戲劇的發展 這件事怎樣引爆呢 就是來自公視的一套劇 那宋日文沒東西混 最近就拘捕了一個監製來做 你知道台灣電視劇 即是得到注視之後 其實現在很多的戲劇 都是大卡士 或者是可以買到Netflix 其實就有起死回生的感覺 所以一些電視台製作的戲劇 都會在大卡士 或者宣傳上 都會做很多功夫 這件事 據聞小甜甜不滿意 就說宋日文就不滿意 小甜甜在記者會上說 有關於蝴蝶姐姐 即是海樂的去向 因為之前羅志祥和蝴蝶姐姐 那件事搞到蝴蝶姐姐 要退隱這個娛樂圈 但是小甜甜和蝴蝶姐姐 就很老死的 所以就在記者會上 都口問了一句 小甜甜當然是很禮貌 說我也不知道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也祝福他 之類的說話 其實就很平鋪席 但是宋日文就不妥 他就覺得 整個記者會裡面 你講這些東西 就令到 戲劇的重點 就被小甜甜帶走了 就宣傳不到這套劇 所以逐他出教會之餘 就換了角 那些人就覺得他很小器 所以整件事的導火線是這樣的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然後小甜甜 他在宋日文的聲明 就很混蛋 寫到 因為小甜甜的人格和私生活 極度混亂 所以才逐他出教會 以及不讓角色去做 當然不讓角色去做 沒有寫到 只是說逐他出教會 那你見到宋日文這個人 心胸多狹窄 然後有些人還要爆些什麼 就是宋日文在教會裡面 經常都要覺得 每個人都要聽完他的話之類的東西 並且不適當地 經常引用聖經 去控制樓下的一些藝人 但是那些藝人 全部都不是大牌 全部都是小牌 就說你們只管奉獻 不管作聲 也曾經有報導指出 他要求一些藝人 去貸款 然後去給錢 教會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控 在整張新聞裡面 及後 也有很多之前 跟他們一起上今晚 誰當家的 同時期爆紅之前 很老死的朋友 逐個出來說 是被他飛走了 包括了Ben 和徐小可 也包括了扣奶卿 和黃國倫 所以這些人 站出來 撐小甜甜 就很明顯告訴你 教會裡面 真的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還有宋日文 真的是一個很狠 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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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導致了 在這宋日文出現後 兩天 一危起發光 已經被台灣網民 指控為邪教 甚至乎 發起了一個行動 在Google 和Youtube 的比星行為 將它由4.3 打到一星的推薦 但是不知為何 經過昨晚 今天又變回到4.3 不知道是否因為 宋日文 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Google 回復了一些設置 這個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 這件事 越來越多人 就爆出了 這一間所謂教會的不善 尤其是扣奶卿 因為知道 如果有看台灣的 中藝人設 扣奶卿是一個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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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婆 但是他又會... 懶正義的朋友 類似是雍正晶那種性格的人 所以他一爆出來的時候 今天是出了5點的指控 宋日文 就亂引用聖經的句點 以及牧師的身份 去圖獨的教友之類的事情 甚至乎 這件事 是說到說 宋日文 是控制他的言論 因為巨民在支持教會的留言裡面 現役這間教會的教友 第一句都是一式一樣說 你們只需要貢獻 不需要執著 不需要說話 是用這句傳播來做開頭的 亦都據聞 所有在這個危機發光裡面的人 如果要貼文的話 都要經過 宋日文兩夫婦的審核 才可以出貼文 所以就引來非常非常多熱話 而小甜甜方面 也有很多藝人出來支持他 而其中一個 正正是大家香港認識的金剛 因為金剛和他很老雞 老雞的程度 是當年小甜甜很失意的時候 金剛也是陪著在旁邊那種 所以這件事在台灣 就越來越發酵 經歷了發酵三至四天之後 到今天 除了這個教會出了這個聲明之外 宋達文和宋日文 依然都未出過 做任何的澄清 而小甜甜方面 亦都透過經歷人說話 小甜甜方面 亦都有另一粒花生 就是他老公 之前也都爆出了 他和他老公不妥 所以分居 現在出來 就是他老公支持教會 覺得教會沒有荼毒他老婆 但是 小甜甜 因為跟他生了女兒的關係 所以就不說任何事情 兩夫婦的不和 看來在傳聞上 這件事就確認了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 的花生節點 究竟這件事 這所謂的教會 還有多少醜聞 會被人爆出來呢 台灣你知道的 那些新聞 哇哇哇 那些命運很好玩 那些一系列的節目 相信都會留意著 這些生意人物 越來越多名嘴出來 就會做很多評論 亦都會有很多爆料 所以這件事 都應該是 2022年台灣娛樂圈 裡面 最後一單最爆的新聞 儘管我們靜觀其辯 看看情況如何 好 今天茶小咪的時間 就到這裡了 再和大家留意一下 有什麼新聞 拜拜 宽幟 小小姐 宽幟 欣賞 請評論 sponge